我看到就是有個報導 就有一個四歲小孩跟爸爸媽媽去吃火鍋 那我們火鍋店的朋友非常的盡責 一定要求他自己一鍋 我心中那時候想說 萬一這樣小孩子被火鍋燙到怎麼辦 那真的那時候也真的說 也許這些東西應該要人性化一點 哇 沒想到今天疫情記者會竟然有洋蔥 一位四歲小孩就這樣讓阿中部長 把大家的側隱之心都勾出來了 欸 為了不要再發聲 讓小朋友自己吃飯這種令人心疼的場面 再加上下週一就是二級警戒觀察期的期限 陳時中今天搶線跟大家透露 正在眼裡8月24號開始 同住家人在餐廳吃飯飯款可以共餐 不用隔板也不用梅花座 在外面共餐的時候在規定會放款 會放款 因為畢竟有這些小孩子 很小的小孩子 那有一些需要餵食的必要的 那有一些可能是長者 家裡怎麼吃就怎麼吃了 所以它這一桌 就等於是那些規定可以放鬆 可是它跟其他桌之間的距離 它可能是要維持的 除了防疫措施在放寬 眾所期待的輝瑞疫苗也有好消息 因為外傳永齡基金會採購的BNT疫苗 將在中秋節前到貨180萬到220萬劑 阿中部長雖然不敢名將 但這個微笑已經說明了一切 您知道我不能講 那就是我還是一樣 就是說我不否認 那情形是樂觀的 那確定會跟大家報告 欸 不要再問什麼時候來的 另外 下週一就要正式開打的國產高端疫苗 昨天開放給20到30歲以上朋友預約 截至今天下午1點 已有163995人成功預約競爭高端份子 加上先前已有419220位 36歲以上高端份預約完成 也就是說呢 距離61萬多劑的貨量 只剩不到3萬劑科預約 但城市中請大家別擔心 因為還有備用的3萬多劑疫苗 正等待封堅檢驗中 不過相信高端份份們也都想問 打了第一劑後何時可以打第二劑呢 會不會像其他國際疫苗一樣要延長 高端目前來講 我們還是維持在他的訪單的 日子裡28天比較長 因為沒有新的研究來支持 他可以變得更長 至於大家最在意的打高端疫苗 出國能否得到認證 阿中部長也說 昨天AIT新任處長孫曉雅 下午到機關署拜會 雙方就有聊到高端疫苗 雙邊數位認證 我對於高端疫苗也很重視 因為這是NIH大家在做一個 應該是說科學結果的一個分享 所延伸出來的一個意義 聽完一連串讓人振奮的好消息 回歸國內疫情也是維持穩定 今天國內僅新增1例本土個案 5例境外移入 死亡個案則沒能繼續維持加齡 新增了5名死亡個案 總計台灣COVID-19的確診人數 也有15897例 其中本土幣率高達14488例 卻整個案中826人死亡 早就真的很放鬆 維持 其實很冷清 那些演繹 boss 普至於 有了